結果他說 他醒過來了 他就告訴我說 他做了一個夢 非常必真 我說什麼夢 然後他就把這個 過程告訴我 結果我一聽嚇一跳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我 我剛去跟他取名字 剛去做這些 剛做完 那個單子還放在我口袋 只是我沒有告訴他而已 我今天做他今天晚上就做夢 隔天他就告訴我這個事情 原來那個時候是什麼 是我生病 病到沒辦法處理的時候 我來寫佛是因為 生了一場大病沒辦法處理 沒辦法處理後來已經放棄了 這個一個因緣 才接觸到我們佛教 所以那個時候就病得很 沒辦法處理後來我才知道 原來 為什麼會生病 然後又治不好 冤金在主 他就一直干擾你 一直干擾你 就一直找你麻煩 一直找你麻煩 後來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知道 哇 這個真的是我們雖然看不見 但他其實就在我們身邊 所以我那個時間 一直在 還沒寫佛之前 整個就很不順 就很不順 所以這些 這個是附帶跟大家說 我們這個殺意 而且我們希望能夠大家 盡量不要去吃眾生的肉 這些眾生的肉 因為眾生他還是有這些 他有感覺的 那以佛經來說 大家可以聚集在一起 都是過去 大家都有互為見屬的那一種過程 所以今天裡面大家來 大家都是這樣子的 過去生世都是同在一起的 互為父母兄弟姐妹 你才會來 包括你吃掉了那些眾生 他也是你過去的父母 互相欠債 互相欠債 所以他會 會讓你吃到他的肉 所以我們第一個要先把這些 殺葉先處理掉 殺葉處理掉了以後 我們斷食 就是說 絕對不去殺眾生來吃 自己這個口才會清淨 嘴巴才會清淨 那你如果說覺得你在這個人事真做的 這個事業上啊 家庭上啊 都不順利 或者是身體長不長會生病啊 你第一個先 先 戒殺 再來一個放生 過去欠人家的這些生命在 你趕快去放生 然後把這些功德回鄉給我們 在主 這個 身體上 或者事業上 他就會慢慢改善了 佛教 他是 真的可以 教我們很多方法 第二個就是要 不脫道 所以你如果還沒有 還沒有來 受五戒的 你趕快要去找法師啊 我們這些法師都可以幫大家來受這個五戒 先把這個五戒鎖好 不要去偷別人的東西啊 偷東西啊 以後就是得到一個是貧窮的果報啊 下賤的果報啊 那今生大家 你們有福報來出事在我們 新加坡這邊 但是福報是會用完的 對不對 你如果不再去另外去造三月的話 用完了 用完了就剩下苦爆了 所以 所以我們呢 不但不去偷 而且還有趕快去做布施 看到我們這些需要幫助的人 我們盡量去幫助 那下午我們一些義工到那個什麼 李亞妹安養院 養老院啊 我們去關懷他們 這個就是要造三月啊 來多做這種布施啊 因為大家有福報嘛 因為有福報 要把這個三月啊 能夠再延伸啊 到最後我們才有辦法圓滿啊 所以這個世界 是要大家互相關懷 而不是互相欺壓啦 所以貪心呢 第一個要先除掉 第二個要除掉什麼 稱恨心 每一個人都有很多的稱恨心啊 在逆境的時候 不順著你的衣的時候 你就起稱恨了 那個稱恨心啊 在我們內心韻亮到這個是 第一的果報啊 每一個人都有 我這樣講 講這種普通話聽得懂嗎 還是要講閩南話 我台語也會通耶 漫南話也會通 會聽閩南語的請提手 聽得懂的 因為事實上我閩南語講得比較好 我以前啊 以前我在我們家鄉 我不喜歡讀書啊 因為小時候過得很苦 不喜歡讀書 就想要去工作啊 所以這個閩南話 我比較 講得比較流利 那這個普通話 就講得比較 沒那麼順口啊 但是 從我開始學佛了以後 真的是我 得到的太多了 本來十幾年前 我應該要捨報了 後來來 經濟到佛教以後 我改善我的脾氣 以前我脾氣很暴躁啊 我每天都是在吃喝飄毒啊 所以脾氣很暴躁 脾氣很暴躁 他會感召什麼呢 感召你內心裡面的 這個 這些惡病 一直感召過來 所以難怪啦 佛陀說 這個叫做三毒啊 這三毒啊 你如果沒有處理到 處理好 那今生我們在這邊啊 寫佛啊 還是沒辦法成就 雖然你很盡進 但是你貪真吃 這些三毒啊 沒有處理掉 還是沒辦法 圓滿 那因為這次 我們和尚啊特別要我們 讚獎法師 我們這幾位法師啊 要我們來 新加坡這邊啊 跟大家結個善言 那剛剛有跟大家說啊 為什麼要放生呢 放生就是啊 讓人家有生命你就有生命 所以很重要啊 這個世界大家都一直在殺 一直在殺 但是我們不要 我們趕快去放 多放一些啊 那 救生命啊 一年喔 每一年被殺掉的這些物兵啊 太多太多了 我有一次有一個陰年啊 到台灣的一個 台灣的一個食品公司 那食品公司啊 他要我去那邊幫你做 幫他們做一個法會啊 我嚇一跳 他們一天的雞喔 雞大家知道了喔 一天的雞要殺多少你想嗎 要殺大概十二萬隻十五萬隻 每天喔 只有一家公司喔 你看啊 我們全世界有多少公司 在做這個食品的 所以一年 每一年啊 被殺掉的這些物命啊 有那麼多無量無邊 為什麼要殺那麼多 就是因為你們要吃啊 所以 我們和尚一直提倡大家 吃素 如果我們這個世界 全部的人都在吃素 這些生命就不會被殺 對不對 那只要這個生命不會被殺 我們這個世界變成淨土 就變成淨土 就沒有災難 所以我們佛經有介紹幾個淨土 東方的流理淨土 西方的極樂淨土 還有我們彌勒菩薩的彌勒淨土 有沒有 其實這些世界沒有一個眾生在被殺 就是因為沒有眾生被殺 所以它叫做淨土 而且在淨土的世界啊 不用這麼忙碌啊 每天要工作啊 每天要上班啊 每天要賺錢啊 每天為了吃很忙碌啊 通常不用 它生活它是什麼呢 是自然的 衣食自然 就像我們天界啊 失一得一啊 失死得死 都是用心念的 我現在想要吃 它就來了 我想要穿衣服 衣服就穿好了 就是自然的 所以那種世界啊 才是我們應該要過的世界 我們不應該這樣互相殘殺 那我衛生病也是過去 因為不懂得這些我殺業很多 以前我殺了很多這些眾生 後來就生了大病 所以今天呢 借助這個短短的時間 來跟大家 結了這個善言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各位慈悲的神明菩薩阿彌陀佛 每一個人都知道 一切快樂來自於利益眾生 一切快樂來自於幫助其他眾生 離開痛苦 所以釋迦牟陀佛 告訴我們一個最方便的方法 就是什麼 把佛像 把經文 把咒語 印在 帆布上 刻在石頭上 隨風飄 風吹到哪裡 三二道的眾生就離苦 風吹到哪裡 這裡面就是三寶的加持力 當地就可以消災元寿 就可以圓滿 就可以滿怨 所以中華印金協會 生命電視台 大量免費的製造很多經梵 咒語 佛像 到處送給人家 掛在車上 掛在山上 掛在任何地方 讓佛陀的教法 大慈大悲 弘揚在全世界 讓這個世界 小災難 所以大家 多打電話來 我們就把梵琦寄給你 也多護持印金協會 這個大量製造三寶 風馬琦的功德 佛彌陀佛 護持賬號 1965-8482 1965-8482 護名中華印金協會 新逢幼皇上帝萬壽 神明電視板橋悲願寺 舉辦共佛摘天 記憶要師祈福大法會 恭請佔永法師 佔樂法師 佔德法師 共同主法 日期 2月2號星期日 大年初九 上午八點半 地點 板橋悲願寺 地址 新北市板橋區 中山路2段 581號 連的電話 02-2951-0565 02-2951-0565 上午七點半 於捷運江死翠站 3號出口 備有接駁車 生命電視新竹竹北中心 舉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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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慈悲超度法會 恭請佔德法師領眾 日期 2月15號星期六 上午八點半 地點竹北中心 地址 新竹竹北市文信路 三百四十號三樓 連的電話 03-657-0385 03-657-0385 現場備有效在超進排位 供大眾書寫 九尺 姑且花級四十號三樓 地址 三十四 wydaje 多 spa 四 daar 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